这是让我们仔细观察 都是众生 众生这个负德差别太大太大了 都是由自心种种想念 这个想念是不善的 思想不善 隐形当然就不善 所以我们观察一个人的德行 从哪里看呢 思想看不到 从隐形当中看 隐形就是思想自然的反应 做生于义 主不善业 生造啥道因 口望于面识 其余悟口 一贪嗔痴慢 所以才感到这些不善的果报 世故随夜各自舍望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四十真相 就应当要知道自求多福 那你是真的觉悟了 还不知道自求多福 那是绝大这个错误 那是绝大的一个错误 那是绝大的一个错误 谢谢观看